這個是小蓮花的蓮花 這是冰梅的 我們的圖案都比較偏向 比較中國式 還有這個是墨柳 墨柳籤 熱情的介紹棉紙的各種樣式 從一般入門的植紋簾 羅文籤 紅華軒棉紙 到有特殊壓紋與顏色的 金箔雪花紙 近千種款式公民眾選擇 這間位於長春路上的 老字號傳統造紙店 老闆細心的解說 用棉製的特點 我們會用到一些樹皮 像燕皮 柱皮 然後中國大陸那邊 會有青檀皮 甚至日本他們也會有 三亞皮 這些皮類 所以說它因為有這些元素 所以說跟我們的那個 機器質最大的差別 就是差別在這裡 因為機器質它的那個元素 它比較單純的話就是一般 用一般的木匠 就是一般的長短鉗 我們看得到的真葉樹 擴葉樹那種長短鉗的那種 那種樹木取下來的 所以說那個紙質會比較 比較就是 比較沒有變化 所以寫起來我們手工 就只會有葬末的感覺 這些感覺就是完全不一樣 編織店開業60年 專精生產優良質品 常年提供書法及果化使用 是不少文人學士指定的用品店 有一些書法學會 有一些書法老師 他會特殊 比較喜歡說用哪一組紙 例如是美肌紙 或者是說我們家的那個 紅花軒 它的紙質非常的細柔 然後我們會有很多的這些 宣紙 各種宣紙 適合寫哪個字體這樣子 經營多年 棉質店仍舊新潮有設計感 原來是老闆最近參與 台北市店家改造計畫 加入造紙一項 將生產紙的工具 竹簾 竹框都拿來當作 布景擺飾 獨具特色 充滿文化體驗感 朱火剛好 又給我們這個提出 就是說跟商業局 我們來做這個改造的活動 我想說也是給我們一個老店 給我們新的契機 我們手工撈紙 我們都需要做到這種手工的竹簾 因為它竹簾是很細緻的 然後再來上面這一個 這個燈 是我們撈紙的框架 然後我們只是把它 再加上一個LED燈 把它做成是我們的燈式 這個現在目前是我們這個店裡面 就是說表現我們這個產業的 一個最大的元素 原本以辦公貿易 以及倉儲功能為主的店面 瞬間增添墨運文化氣息 民眾走進店裡 可以清楚看到 免質款式書畫用具 同時也感受品牌深厚的造紙底蘊 拓展更多年齡層接觸書畫 體驗傳統技術美麗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